就罗尔斯他认为这个天赋是偶然的 偶然性不能影响正义的公平分配 这样的话呢 想有较高收入的富人 就应该拿出一部分来给穷人 这就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分配的正义 就是经济利益分配的正义 过去的传统社会正义 这无论中外核心正义原则就是 各得其所应得 惩罚也是对等的 回报也是对等的 主要是一个报的正义 传统社会更尊重追求优秀卓越 现代社会更追求更强调追求平等 但是你要落实到人性上 其实这两个都发生在 甚至同一批人那里 当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人 他感觉到待遇不露别人的时候 他特别强烈要求平等 但是一旦在另外一些方面 他有优越于其他人的时候 特别反对平等 这原则的论证 他可以同时表现出两种倾向 您内心呢 包括您在此刻 您对正义论的看法 因为这本书在1987 88年的中国 是一种感受 现在过了35年了 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好像我昨天说的了 就是说他有一种 就是没有把生命原则 独立地放到第一正义原则的位置 首先还是要保存生命 一个是防止战争 谋杀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足够的 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 不管他们是不是赚到了 他们所应得的 我觉得都可以来救助他们 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司法的正义 法律的正义 放到分配的正义 就是经济率分配的正义前面 那我们还原一下 当时怎么开始想到 我要翻译这本书 这要感谢当时社科出版社 有一个副总编 我们正在给他编一套 叫《外国伦理学民作成书》 那时候编书热吗 大家都在编书 对 那个时候已经知道罗沃斯了 已经读过他一点原文的 得到这个消息 可以翻译 那就很兴奋 当然实际上还是研究生 也不知天高地厚 这个呢 我刚开始接触西学的时候 八十年代初 那主要是存在主义哲学 那是比较个人的自我的 强调意识情感 带于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色彩 对所以很打动年轻人 打动年轻人 但是了九二九十五 并不能够给他们提供持久的力量 我就觉得比较空洞了 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基本的约束和限制 无论是人性的还是社会的 你可能是冲不破的 你就只是在谈论个人如何要 要解放自己 那个是重要的 但是是不够的 不够的 对对对 要并存才行 对 所以这个要感谢罗尔斯 包括后来努奇克 他们把我引向了社会伦理 制度伦理 就关注社会 关注制度 道德和伦理是什么关系 因为伦理学其实对中国挺陌生的 道德伦理其实有时候经常是 混用 至少是进一次 伦理学是研究什么的 研究道德 用古人 我根本知道伦理是人伦之理 更强调客观一点的规则规范 你甚至可以说 中国古代的思想 主要是伦理的思想 对对 道德了 古人说道之得于己者 你把它内换了 你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嗯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说建立一些概念 其实关键的是既使用一些传统的概念 但是呢 又把它转化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 嗯 最初您提提出这个底线伦理这个概念 嗯 是要再应对一个怎么说 瓦解或者缺乏共识的社会的一种 对对对对 过去的传统社会是有共识的 嗯 它是一种示范伦理 上层是精英道德 或者说圣贤道德 就是鼓励君子世代夫 因为儒学自称为己之学 向圣贤看齐 嗯 老百姓只要家里的孩子肯读书 他会接受这个共识 修身 克己 细胜细贤 这些道德 追求 那下层的就是风俗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方的官员做好了 世代夫做好了 老百姓的教化 道德风俗就没有太大了 嗯 所以君子知得风 小人知得草 你这个风往哪边挂 草就往哪边倒 它就变成这个社会的共识 你赶紧拍拍那草往哪倒呢 风在挂 草往哪倒 君子风吹来了 对 但是现代社会了 主导的价值不存在了 嗯 也没有制度载体了 对 也没制度载体了 那个示范伦理就不够了 那么现在社会又是走向平等 平等很重要的一下 就是价值观念的平等 嗯 是不是 嗯 过去 就是认为 稀胜稀闲 这是主导的 最值得追求的 嗯 但现在不啊 我养家糊口 天伦之乐 我不伤害 伤害别人 追求财富 你不能说我这个就是 不合理的 嗯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所理解的幸福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己 认为合理的价值 嗯 那么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面 我们只能在这些规则上追求共识 嗯 这些规则就是 不管你追求什么价值 权力多大 地位多高 民生多大 你都有些规则不能破坏 首先 保证一种 大家都能相处的 嗯 基本能力 嗯 不能强制别人 不能欺骗 嗯 不能强暴 君子爱财 但是必以其道 才能谈得上 呃 底线能力 嗯 当然 作为权力更大的人 他可能还要加上政治的责任能力 但是呢 不妨碍他 还必须满足 首先满足 作为社会成员 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样一种道德观点 嗯 你要这样的要求 所以你看 你怎么说的 看起来相悖的那种 一方面 都在都在喊道德破产 或者说道德衰败 是这么的 嗯 希望道德语言 另一方面 好像整个社会又迷幻着到处要进行道德审判的那种冲动 你看互联网上都是嘛 嗯 我觉得基本道德要求 不去那个 你是要批判的啊 如果是有太脱离人性和人道的过高的 尤其是你自己 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来审判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 这很有问题 嗯 一个人并不会因为批判别人而就使自己道德高尚 就是这两回事 嗯 其实你不妨设身处地哈 你如果处于同样的处境 你是不是不会做这同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不少人是难以逃脱追问的 我始终觉得要把事情就是你的动机和行为区别开来 嗯 你可以罪其行 但先不要着急罪其人 嗯 但现在我们经常把它混在一起 你说为什么这个哈不追求哈不向英雄学习 嗯 啊等等 但是这个 这个他不需要啊 对而且之前我们是经过一个对高的破产的状态下过来的 对对对 对高的破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清楚的 嗯嗯在做的我们面对的大多数人嗯不偷不抢不强暴别人不更不谋杀命 呵呵我们基本上就做到了就像休莫所说的大多人这他没有自觉没有觉察他已经是一个正义的人了 嗯啊但为什么还是要要警惕要预防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可能很容易破黄的境地嗯 比如这个利益诱惑太大我只要稍稍的欺诈一下我就可以得到一大笔利益或者我们都有人送上门来 嗯 还有一个就横暴之来突然被人很不公平的损态了我又报复不了他我可能就报复社会了 嗯 张三欠我的欠不还好像我也有理由我欠李四欠严格不还了呃又上是这样的连锁的对这个东西有意思了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比如说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记得我当时那个印象很深的一个书题叫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吧 啊 尼泊尔写的是吧尼泊尔写的 就人就是你想做个道德的人跟他这个关系怎么怎么处理呢 这个其实在王者也可以说是强调制度嗯 而且我们努力争取的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就是说 让这些破防的禁欲能够对人们发生的越来越少嗯 诱惑之大你这个市场社会的规则比较健全 横暴之来有法律给我做主嗯 我也不用太觉得求盖无门嗯 是个人大家能够比较平等的基本权利嗯 不至于老是破防嗯 您觉得是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嗯 我觉得对看对什么人哈嗯我相信大部分职业家他是把生活方式尽量的简单化思想你可以尽量复杂 你比如像蒂卡尔啊他尽量的隐居连性他都要通过别人转交 那伊比九鲁 伊比九鲁绝对不是一个放荡者 不是所谓他说想到这个 绝对不是 他对快乐的定义是灵魂的无纷扰和身体的无痛苦 很消极的嗯 很防御式的 别人所理解的快乐主义狂欢笑他觉得马上就 孙弟不是要惩罚他 我就被昨天晚上喝酒 这惩罚我现在 你好像是一次一次的被惩罚 对 嗯 那些古希腊的哲学谁最吸引您呢 嗯 在某种意义上各个都吸引我 因为它构成一个群像就是各种性格各种 但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有一点 他们绝对拒绝接受最智慧的人的称号 嗯 如果是谁接受了这个最智慧的人 接受的一散了 他就变成一个最不智慧的人 是是 德慧神域不是说 嗯 雅典最聪明的人最智慧的就是苏格拉底 大家觉得他智慧 嗯 但是他否定 他想找到比自己更聪明的 嗯 这个也很得罪人了 甚至是最得罪人的 嗯 原来各行各样是视为权威 哪是最智慧的人 一下就被苏格拉底给否了 嗯 所以就好几拨人联合起来控告他 嗯 最后甚至处死他了 所以智慧多危险呢 智慧很危险 嗯 他本身就带来痛苦 嗯 就像苏格拉底说的 你要发现真理的珠贝 你必须潜水克服阻力 克服你身体的惯性 有多少人愿意做这个事呢 嗯 包括纯秋的这些 把我摆家一样 就是因为八十年代 其实是一个 对中国的往日 大家其实是一种 尤其传统文化 有一种 有种否定的态度嘛 然后就在19293年 开始写那个良心论嘛 他当时这个环境里 怎么找到这个切入点呢 展开你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理解 就还是挺意外的嘛 对对对 嗯 当然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 嗯 我们一谈起道德来说 就说这人有没有良心 嗯 良心被狗吃了 批判社会就是良知沦丧 是吧 嗯 现代的潮流 包括西方潮流 更强调良心的自食一面 我是更强调良心的共识的一面 来建立我的一种 普遍主义的底线的伦理学 追求一种方向 是朝向一个科工化 普遍化 但是我又恰恰想 从内在的主观的意识开始 就是我要把良心论中的 动力源头的侧隐之心 嗯 发掘出来 人爱自侵蚀 然后你要一步一步推进 比如说 诚信啊 嗯 中书啊 处理好一种群体关系 人和他人的关系 就是源泉越来越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平等 所以它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良心论来讨论个人的力 嗯 有一些感觉 可能说起来 现代人能够比较容易理解 嗯 比如说 我们读左传 嗯 他们那种交往 或者豪迈 嗯 壮烈 比如博弈数奇的那种风范 嗯 还有像 嗯 是巨子阿爸 他看到一个 有个是徐古 还是拿一个小国的军 就是很喜欢他的 带的是宝剑还是什么 但是他还要处置其他国 这个宝剑他必须要用 心里就暗暗地许下 我回来的时候 我送给他 嗯 回来的时候 这个国军死了 然后他就把剑挂在这个 他的墓地 是树上 走了 所以你看这样一些人物 不吸引你们 但是最难的 是我们现在老批判的 比如忠诚孝资 嗯 很难理解 这个 很凡 干嘛你要忠诚于一个 可能不一定是 有德心 对 好的心 就像我们有时候 很难理解 为什么 西方人要那么忠实于法律 嗯 这个法律明明对他不利 而且是本身不义 就像苏卡拉底 为什么要 就是要接受 宣布他死刑的 法律 我们中国人可能太聪明了 觉得 他们太余智了 但是 法治下来就是靠这个精神 建立起来的 嗯 和威胁下去的 嗯 中国古代社会秩序 也是靠这样一种 忠孝的精神 嗯 当然这个时候 忠诚不是忠诚一个 可能具体的对象 一个具体的君主 而忠诚一个 一种原则 嗯 你比如看到刘霞列传 那个去杀秦王的那个 金科 金科 雇佣我的人 哪怕我最后瞧不起他 嗯 但是我要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不是为了你去杀 但是 我说的话 绝对是算数的 读古书读到了这样一种精神的话 忠读 不是具体的对象 而是一种原则的话 你会中国古 古代的精神还是了不起的 那这些百家里面 你特别喜欢谁啊 柱子百家 那柱子百家 我最喜欢 还是孔子 还是孔子 我还是喜欢 最喜欢孔子 温和坚定的 楷末 嗯 还自嘲 还自嘲 嗯 还喜欢到河边 吹着风 晒着太阳 游安勇唱着歌回来 是不是 这部都是挺好的 是吗 嗯 但是 温和 无异于这 就是说 好像是全路般的 你来顺受 其实温和 就是说 你看着外表很温和 可能有时候很随和 但是碰到一些很 大事大会的原则上 他很坚定 他不跳来跳去 我是很喜欢这个词 就是温和而坚定 我突然 我突然被人暴躁而摇摆 你怎么办 嗯 外表很暴躁 内代又很摇摆 嗯 我觉得 你有时候 你自己拿自己的天心 也没办法 但是暴躁 我的感觉还是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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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 节制 就是说 可能有些人 很容易 发露的人 他有个作用秘方 在那里 制露 老师想着 他要制露 可能会好一点 嗯 包括您 最初研究 这个 论语学里面 就是 这个 对这个技术的崇拜 后面那套哲学 其实是不是就是那套 功力主义的哲学 对 功力主义 他确实有这个倾向 就是说 他太强调 效率 就报社道德选择 就是好像我们都是这种 功力主义的俘虏啊 上轮立刻不都有那种 都有那种选择吗 一辆 一辆火车冲过来 这边有五个人 那边是一个人 把这个火车搬过去 上可以撞一个人 让五个人活下来 嗯 我问他们 你们会怎么选 那个 我就让车 该怎么做 怎么做 就不选 就可能撞死那五个人 就 他自然化死 我就 我也是那五个人 对 就那五个人是吧 就是直接创那五个人 直接撞五个人 跟那一个人是无辜的呀 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是 如果在哈佛讲课的 那个视频上看到 大多数人 是跟你们的选择 相反 相反的 那么就是 你们在一开始 就坚定不移的 遵循了 义务论的观点 就是康德那种观点 就是刚才他说的 那个人是无辜的 这五个人 虽然是 他死亡是很可惜的 但是呢 他本来就在那条列车的 前进线上 他们这么高级吗 我们车数多有那么高级吗 本来你们已经想过了 和你们 这实际上搞得自己都那么 都那么厉害 和手和的反应 说的太一样 但他后面还有两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就是 把一个胖子推下去 阻挡住列车 对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 一个医生 把一个比较良好的人 器官都取出 当然这个人也就要死了 救了其他五个人 就其他五个人一致 这三个结果 都是救五死一 但是在后面两个例子 反对的人越来越多 变化发生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随着行为 究竟是谁的行为 以及行为的对象 或者受害者 在多大程度上 卷入了这个世界 那么当司机搬下 好大堂 不管怎样 他是加入了一点主动性 这某种意义才是他的 推胖子 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无辜者 他现在在铁路上都没待着 到了这个 就是说杀一个人的器官 分配给五个人 你怎么能够替代他做决定 世界是不要大乱了 你分不清什么是谋撒 什么是善意 有些是很残酷的考验 要是您呢 您如果我们想象 您在那个位置上 我啊 我可能会有一点犹豫 那么这种犹豫 就让我错过了 可能选择的时机 是不是 因为功力主义一个 要命的问题 就是说 他可能或容易 仅凭结果来判 是不是正当的 他太强调效率 就最近几百年 几十年 就发展到如此的地步 最后有点让人害怕了 我觉得 这种技术崇拜 会对 人自身 对自己的看法 对人的生活 自身的看法 到底会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二十世纪以前 到当代以前 几乎不会强调 人是探机生物 探机腿 以前我们对这个不敏感 直到出现了 好像 或者将要出现了 规机生物的时候 我突然想敏感 我们是探机生物 我们 有这样的脆弱心 你想想 我们这些伦理 是跟我们是探机生命 很有关系 我们的很多 美好 或者爱的能力 海事三盟 都建立在 我们的生命 肯定要消失 所以才珍贵 但是现在变化太短 人工智能 超级智能 它可能取代人 您相信真的可以吗 我觉得有可能 我们现在 只是有 在一些专门领域里面 你比如说 阿尔法 打败人类的冠军 但它不是全面的 比较偏科 比较偏科 就是说 如果它全面地超过人类 就有可能替代人类 但人的复杂性真的 人 那种复杂性真的可能被替代 被超越吗 这恰恰是你的误区 就觉得 它能替代人的感情吗 它能够有人的那种丰富性 灵感 直觉吗 没有 我也同意 没有 但是 它不需要控制我们的灵魂 它控制我们的身体 这某种项目就是控制我们的全部 它就是把你当一个物体看待 消灭你的身体就够了 你就不存在了 你历史上 你哲学家 手无腹肌之力 经常被那个 大家上一个满汉都可以把你给揍死 是不是 而且历史上充满这样的时刻 对啊 问题是 我们不会意识到 不太容易意识到这种危险 还有基因的改造 慢慢使人变成半规矩 半探机的生物 然后再好 就全规矩的生物都有可能 我怎么被您说到一下子 陷入一种状态 不知机兮何兮 对 不知道我们现在处在哪个点上 他们原来有个很可怕的设想 哪天突然控制世界的通用智能机器 突然想到 它的使命 就是不断地制造别针 它会把所有的可以利用的资源 都来生产别针 包括人 包括动物 包括人 它可能会追求一种最大效率化的原则 所以这个世界就成为一个别针的世界 所有的材料都变成别针的原料 好想调一杯 调一杯酒叫末日 作为探机生物最后的晚哥 能调一杯末日是什么感觉 不好喝调酒 饮下这杯毒酒吧 像这里的生意还可以吧 不是 龟机生物都马上取代我们了 我也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今天破关破摔了 其实只要我们存在一天 就过好每天 也许我们最害怕的东西 甚至不会来临 你现在安慰我一下是吧 其实我们的很多忧虑 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家 其实觉得是 到时候机器代替人 这是又一个伟大的进步 但是我说 天啊我们是人 虽然说我们很脆弱 但是我们毕竟创造了 像唐诗宋词 富尔斯泰托斯特曼斯基的小说 绘画 这些音乐雕塑 尤其是轴心时代以来 创造的这些 精神文化的财富 这些东西 我还是觉得很珍贵 如果是万一 这个人工只能支配世界的话 这些东西就 毫无价值的变成 就可能就毁了 连哀悼的人都不会有了 连哀悼他们的人都不会有了 那还是觉得挺酸 如果从个人来说 其实也无可助拒 尤其到我这个年龄 整个一生也就剩下的 就这些日子 就像罗素 他那时候担心的核大战爆发 其实他已经九十多岁了 但是他还是忧虑 对已经产生的文明成果 可能完全要毁灭 感到忧伤 如果这个新的基础 用规定部分来改造你 让你的意识可以存续下去 再有两百年 你愿意吗 看着这些变化 三百年 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如果看到是这样 他肯定要毁灭 我可能宁可不看到 挺难受的 宁可不看到 这个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 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你从远处聆听我 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 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去 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 充满了灵魂 为什么宁鲁达这个诗您这么喜欢 是一个没有人类之前的世界 现在还可能是没有人类之后的世界 他就是那么寂静的 他对我们无所谓 但是我们对他有所谓 现在我们有时候 好像面对这个无望的恋人一样 他对你无所谓 对 然后你对他特别上心 对对对 我们是对他有一种依恋 嗯